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没有改变才能与时俱进 众人失差火焰高 今天我也来天三八号 第一 在实行员工聘用制的基础账 对高层领导也要实行竞争制 聘用制 员工和高层相互监督 股东除了要拥有一定财力之外 还要有企业的口碑和人情 第二 培养内部人才的同时要不断的招募英才 加大服务和售后服务地图 不断的招募更多的忠实 真是畜生牛犊不怕虎啊 果然犀利的很啊 那请问林总 想如何安置我们这些老家伙 这个我已经安排好了 首先 高层股东跟员工一样 要进行再培训 不断的完善自己 但人在其位就必须称职经验 这样才能为员工和集团 带来更多的利益和福祉 行了 看来林总今天是有味儿来啊 好啊 那我们这些不称职的老家伙 也应该有自知之明嘛 林总啊 今天我就向你提出辞职 跟董事长也干了有小二十年了 该休息休息了 老我 你看这这工资怎么少得了您呢 没那么严重吧 吴总 您消消气 就是就是 您总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那个意思 吴总监我接受您的辞职 这里有您近段时间的工作记录 以及近十年来的工作成绩 感谢您二十年来对林氏集团的支持 但是就目前来看 您的确不在适合 担任总监和股东这个位置 林总啊 你都不会客气客气 走了好 在这个位置上坐的时间也太长了 你一会儿了 我走 小伙子 在这个江湖上你才干了几年呢 沐西 有什么事回头再说吧 你先回去工作 走了 露馅儿了 沐西 沐西 我不是故意隐瞒的 您听我解释 我可以理解你这么做的出手 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你这样的做法 我来不及和你说 是吗 那昨天晚上在大姐的面包房里面你为什么不说呢 我给过你机会 我是没有想到你今天还会继续选择来隐瞒我 还联合你的员工一起来跟我做戏给我看 你这么做到底有什么意义啊 我到底给你多大的压力啊 让你要隐瞒自己的身份 如果换成是别的女生 我可能不会隐瞒 因为我知道